我们要学到道德 柔 还有慈悲大爱这种智慧 但是这不是懦弱 也不是烂慈悲 就是我们如何有智慧的把握好这个度呢 秦老师开始 要柔 有慈悲 但又不是烂慈悲 这个就是要学到智慧 而至于如果你要我界定什么叫智慧 因为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 你能够把事情办得好 能够利人利己 能够又没有牵挂 你又越做越轻松越快乐 这个就是代表你越来越有智慧 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 它后面会带有很多的副作用 表面上看起来是慈悲 但是这个慈悲是一种溺爱 溺爱 烂慈悲 表面上是个好人 但是你这种好人 就好像别人赌博缺钱 然后你就慈悲 好 我钱就给你 你是害了他更加堕落 所以慈悲要有智慧 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 做或不做 你内心都会拉扯 都会痛哭 或是会带来后患 如果你有智慧 做或不做 你都在立人立己 做或不做 你都可以安心自在 因为有些情况是要去做 有些情况是不做 比做更好 这个都是要有智慧 至于智慧 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 就是要回归到要有智慧 智慧没有绝对的标准 智慧怎么来 学习道德经妙节 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但人要一个开放的心 敞开的心 随时都保持一个开放的心 虚心学习 从每个人的身上 学到别人的优点 每个人 他们也是一部道德经 你要会读 会看 因为这些人 每个人 他们也是道之子 也是大自然化育出来的 要会看 要会学 别人身上有什么优点 我们要吸收 要学习 一般人 一般人的毛病习气是 见不得别人比我们好 这个就是凡夫 你心量 狭窄 就见不得别人比我们好 像这样的话 你没办法学到智慧的 所以要有一个敞开的心 虚心学习 多看别人的优点 多吸收 多学习别人的擅长 然后一方面 弥补自己的不足 一方面 也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擅长 逐渐的发掘出来 发挥出来 然后去做 利人 利己的事情 去做利益更多人的事情 当我们的心 所想的事 把我们的擅长 把我们的能力 所能 发挥出来 去做利益更多人的事情 你的生命格局 它就自然不断地在提升 你的心胸度量越大 你发心要利益更多人 你的生命格局 它就不断提升 如果你去跟别人计较 勾心斗角 你的生命就 被那个境界拉扯 在那里纠缠 你的生命 想要提升上来 也升不上来 所以不要去跟别人 在那里拉扯 勾心斗角 那些都会绰号生命 我们生命是用来服务 用来利益众生 所以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随时保持一个开放的心 虚心学习 接纳别人给我们的礼物 接纳别人指出我们的缺点 所以随时都是虚心学习 你有在学习 你的生命就不断成长 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在成长跟开启 再来 如果你光只是知道 你没有去做 那都只是理论之间了 不切实际 所以我们要能够去练习 去奉献 去付出 这个练习 奉献付出 你的心量越大 你的格局就越大 你的成长就越快 当我们懂得奉献付出 要知道 你越是在发心 在奉献付出 为大家 为别人 各种善因缘 又会回馈到 回馈到我们身上来 它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你就会越来 越高的智慧 至于智慧多高 那个是无法限量 你越虚心学习 它就会越高 让自己的生命 成为无限的可能